接下來就是要問到 因為招官你總覺得聊一聊就是 就覺得時間會越聊越不夠 快速前進 那你在美國是在哪邊念書 伊利諾州西卡古 對 芝加哥 那就是要不要聊一下你的 留學的心得 有感受到那種很強烈的文化衝擊嗎 有欸 其實是有 因為我想yes and no 因為沒有的地方是因為其實會覺得說 你去了之後你接觸到一些事情 或是你看到的一些表面上的事情 跟你在還沒去之前 你可能在電視上電影或是一些傳播媒體看到對美國文化的印象其實是一樣的 表面啦 那去了之後 也會注意到說有一些是跟媒體不太一樣的 媒體告訴你的 或是電影上演的不太一樣的 那那個是會需要花時間去感受 那譬如說像我會去 我其實去看很多表演 演唱會啊等等啊 不同的類型的 那那個對我在表演或是在音樂創作上有很大的衝擊 因為那種 那種 那種現場看到樂手 他們那種專注 然後整個安排演出的那種 那個態度喔 那個是很 他們是很認真的 那 跟 跟你在家聽CD 聽音樂 那個感受 那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 至少我想在音樂這方面 我覺得 那個差異很大 讓我在文化上面的差異 那種衝擊是蠻大的 那你在美國看這個表演是 大小場合都有去過嗎 欸 對 都有 小的話可能就好像在那個 在Bar裡面的 酒吧裡面的 那大的話就是這種在大型公園 很大的露天的那種場合 都有看過 那大的活動有參加過哪些 就各類型的 因為像芝加哥7月8月 那個時候 在他們那個 那個市中心 有一個最大的公園 叫Grand Park 那個地方 他會舉辦一連串 不同音樂類型的那種 Festivals 音樂季 那會有 對不起 會有Jazz 會有Blues 會有Gospel 也會有Rock 他們是幾乎一種 曲風都可以辦一個音樂季 對對對 沒錯 不一樣 然後 就那個 就通常7月8月就一堆 隔幾天就一 隔幾天就一場 隔幾天就一場 這樣子 他們的暑假也是忘記 沒錯 沒錯 那你去參加過的大型的音樂季裡面 就是印象比較深刻的 印象很深刻就是 特別 Blues 藍調音樂季 然後那個藍調音樂季 然後那個藍調音樂季就是真的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說 它裡面甚至會有藍調樂手 跟日本的樂手 日本日本三位線 三位線的樂手 然後在那邊彈藍調唱 藍調這樣 那個融合是 那個是很難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 然後甚至 就是 甚至有一個 還有一個黑人吉他手 年輕人喔 就黑人吉他手 一上台就彈那個 Jimmy Hendrix Purple Haze 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現場 可以彈Purple Haze 而且彈得非常非常的好 對 該不會是那個 Stanley Jordan吧 應該不是他 不是他 但是 黑人可能對我們都長了一個樣子 可能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 可能很不起眼的 一個黑人 樂手 可是他可以把Purple Haze 彈得非常好 就是那種 很嚇人 沃浮昌龍 對對對 就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種 那個 去公園裡面的 一個不起眼的阿伯 他也是武俠高手 那種感覺 沒錯 你還有參加過 其他類型的 其實我也印象很深刻 就是去參加 去看 那個是買票 演唱會 其實好像 對喜歡的人來講 不是想不想去的問題 是有沒有錢去的問題 對啦 對對對 不過其實我能去的 能買的 就是能去的演唱會 要買票的也不會太貴啦 要不然我也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那場是那個 是某幾個金屬樂團 合辦的tour 然後剛好巡迴到 Chicago這樣子 那那個 我印象 記得的話 我記得 那一天 那個晚上的演出有 還有 Moon Spell Type of Negative 還有 哥德 對還有 Cradle of Filth 很 很驚人 特別是那個 Cradle of Filth 肥樂的哥德 對 像Cradle of Filth 是那個 Black Black Metal 然後真的是 超變態的 就是 一開始你以為舞台上 左右兩邊 有兩個 那種 惡魔的雕像 不動擺在那邊這樣子 結果唱到大概第三首歌的時候 突然動起來 開始動了 對 原來是人扮的 然後在那邊爬來爬去 其實他們除了那個 音樂演出之外 也蠻重視舞台的效果 沒錯 就整個 哇整個現場是翻掉的 那那個時候的 那時候的主唱 還是瘦的嗎 欸 就是現在這個啊 因為他後來變成兩倍的體型 對 對 所以印象很深刻 真的是 包括之前的那個 我其實是 本來是要去看那個 他之前的那個團 叫Type O Negative Type O Negative 對 那個團也是哥德的 可是他們的歌 很美 我覺得很美 對 漂亮 哥德都會 弄一些那個 歌劇的元素在裡面 跟交響 所以 所以就是 有一些比較不聽金屬也能接受 對對對 好 那那個陣容感覺就是在台灣難得見到 不可能的 對 就是不可能的 然後那 像 小規模的 比較小型的 就Bar啦 就去Bar 喔 可是我去那個Bar 我一定要講 我去看DJ Crush 他從日本遠道而來 他在 當時他出了那個 不知道哪一張 我忘記 是Message at the Depths 還是哪一張專輯 就是他專輯封面 好像有一個門神的那一張專輯 那那張 他去做 剛好到芝加哥巡迴 拼了命也要去看 對 真的是全場爆滿 你本來以為是說 他可能是外國人 或是日本人 美國人會比較不熟 還是怎麼樣 可是完全 那一場是完全爆滿 爆到不行 然後 呃 現場看他 表演的那種感覺 真的就是一種 好像接受某一種蜥蜜的感覺 因為他那種認真的態度 他跟其他DJ 就是不一樣 他美國DJ 就是會很 很 很拽這樣子 好像call me number one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就是那種很安靜 他不會跟你在那邊 他不會講話的 他不講話 專注自己的演出 對 然後甚至 就是那種表演完 他會跟你90度鞠躬 那種感覺 日式的風格 非常日式 還好我後來擠到第一排 然後把我的帽子脫下來 給他簽名 他好認真幫我簽名 簽了大概一分鐘 他畫了一堆圖 這樣子 很有趣 對 那那個帽子現在在哪裡 在我家 留著 就是會把它戴出來 很少很少戴 對 但是就是 對 增長起來 因為真的是太 很有價值 紀念意義 對 對 對 那在那個比較小的場地 有 就是 有那種遇到飽的感覺嗎 有啊 像 有一些比較小的場 就像Bar裡面 剛剛像剛剛在那個DJ Crush那個 其實也是Bar 可是那個Bar大 比較大一點 那有更小的 那 就是比較像西卡古當地的一些藝人 對 那 不過其實 去看 當然 不是說每個藝人都很好 就是說 不是每個藝人都表演的會洗澡 我會覺得 呃 他們的態度是讓我覺得值得學習的 都是蠻認真的 對 我還看過一場是那個Primus 知道那個Primus嗎 有三個人的樂團 呃 也是Funk為主 可是他是很怪的那種 Bass手兼組唱 Bass跟鼓啊 就是 都很怪的那種 OK Primus 如果你知道的話 所以那個 在美國求學的過程 就是在 在校園外面學到比較多 都有 也不能這樣講 也不能這樣講 對其實 在學校裡面學到的是那個 對 學術方面 對學術方面也是蠻 蠻累的 因為我是我們班上唯一的一個外國人 對 其他都是 其他同學都是當地人 所以那種 科業的壓力 其實是很大的 一直 念完兩年書 就覺得 這兩年都是 在 就是在後面追著跑的那種感覺 對 很背 對 有壓力才會有進步 謝謝 謝謝